哲群它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物質 就是一個轉彎 一個形狀的凹著 它是最簡單的事 但它 當我們在想這個最簡單的事物的時候 它其實是使得這個宇宙 可以成為最複雜的那個狀態的 最基本的單位 我不曉得各位理解的意思 或者我說 不知你們怎麼去想像 從一個簡單的彎曲 一條哲曲的線 到最複雜的輪扣這兩點之間 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的這兩個之間 要怎麼把它連起來 這個是哲學的工作 就是說到底要怎麼想 那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最複雜的是宇宙 或者是整個世界 是由無窮的 有無限多的最簡單的元素 摺取所構成 而且如果最複雜的事物 真的是最複雜的 而最簡單的元素 真的是最簡單 那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的這個問題 到底該怎麼去想 到底該怎麼去想 才能夠最有趣的 當然不是 疊惡到寂寞 疊惡到寂寞 要求的只是勞動 這不是 這不會是有趣的事 或者說所謂的有趣指的是 要怎麼想這件事情 最簡單的真的是最簡單 最複雜的是最複雜 但是如果最簡單 可以構成最複雜的事物 這兩個 由最簡單到最複雜的這個關係 要怎麼想 才能夠讓人感到有啟發 要怎麼想 才會讓人覺得說 哇 怎麼沒有想到這個 怎麼沒有想到這個 在200年前有人 非常聰明的 想一個方式 這是我們哲學期要看的 這個也是一份德國 這劇會不會有一個方式 來跟你這個 是這200年才最聰明的 就是講的 這個是一份德國 我們哲學期要看的 這個也是一份德國 我們哲學期要看的 來跟你這個 是這200年才最聰明的 就是講的 到所有的學問 其實都是 他發明 或是他期討的 或者是微積分 托普學 五歲星期 零跟一這種 惡進味的思考等等 那微積分當然是當代天文學 量子依據所有學科 所以我最開始蠻擺脫所有的這種基本的算術 萊布尼茲是一個 是一個 他的真正的身分是一個律師跟圖書館的玩家 他一輩子會到歐洲到處亂跑 他也不需要坐在你家裡 他所有的書記都會把他車上寫出來 那個時候也沒有iPad 也沒有手機 他沒有手寫 但他這次寫出來 那剛多到70歲後 那狀況的作品都是 60歲以後寫出來 我們要讀的是他 他 一開始他68歲寫出來 這個你們回去 做一份 你們可以吃 這本書可以吃 做一份 這樣子 這個原文是用法文寫的 但是法文是 法文是 法文是 法文是在他死後將近 超過一百年出版的 先出版的是 德文的一本 但他是德國人 他用法文寫作 或者你們可以說 這個動物沒有版權 網路上可以找到 英文是Wire Monodology 我們會花幾乎所有的時間 討論這個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跟哲學有關 精神 都很難以為 他只有它的 裏面 超轉 最容易 很難以為